大家好,我是亚超 我今天要跟大家讨论题目是 好人下地狱,坏人上天堂,公平吗? 在1997年,台湾有一个重大的刑案 有三个人把歌星白彬彬的女儿白小燕绑架、勒索 结果就把她撕票杀死了 那其中左边两个人都在逃亡中被警察砸死 剩下一个就是右边的这个陈进兴 后来被逮到了 他被判了五个死刑 在他被判死刑之前 他听了福音,就信了耶稣 这是他受洗钱的一个照片 根据基督教的信仰 他死了以后是会上天堂的 可是对于那些道德高尚的这些高僧和君子们 他们若不信的话,他们是要下地狱的 那所以有很多人就认为 基督教的神是非常不公平的 好人若他不信耶稣的话 他是要下地狱 而一个不恶不色的坏人 他临死之前信了耶稣 他就上天堂了 因此就会说 这种的神,我偏是不信 好人跟坏人怎么来定义呢? 当然就一定要有一个标准 而且好人与坏人是相对的 比方说某个地方发生了灾难了 如果有一个人捐了一百万 那他就是好人了 可是他就不如捐了千万的人来得好 那如果有一个官员呢 他不但没有捐 他反而把人家捐的钱贪了五百万 他可就是一个坏蛋了 可是圣经不是看好人跟坏人 因为所有人都是罪人 圣经这么讲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圣经不是看好人坏人 而是看你到底是不是罪人 那要看罪就要看标准 比方说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道义有道 就是强道 他也有他的道德规范 如果以这个为标准 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圣人了 如果以社会的标准 或者是国家的法律 那么有时开车超速 有点贪心以外 那我们大部分都是好人了 可是如果以神的标准的话 就是罪人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标准是完全 我们中国有句话 圣人且有三分过 连圣人都有错误 说不完全 有一次耶稣在世的时候 人家问他说 你可不可以把圣经里的道德给我们归纳一下 他就说你们要尽心尽信尽意尽力爱神 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 我们现在暂时不讨论爱神这件事 就来说爱人如己 我想我们每个结婚的人 我们都是跟我们最亲的配偶 甚至我们的孩子都会吵架的 吵架就是一种言语的暴力 你为什么要跟他吵架呢 其实就是你爱他 不如爱你自己了 所以圣经罪的定义是说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的就是罪 换句话说 你违背神要爱人如己 你就是一个罪人了 那么我们就喜欢比来比去了 我们要比好人跟坏人 可是圣经却这样讲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重条 所以不是看你的犯的大小 而是看你有没有犯 如果这个还不够厉害 圣经又讲说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所以你怎么才没有罪呢 就是你从生到死 凡事不该做的事 你一件都没做 而凡事该做的事 你样样都做了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么你就是没有罪 可是我们都知道 我们不可能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了 那么人犯罪呢 就一定要有人来承担的 比方说你看完电影 到了停车场 你发现有一个家伙 拿着榔头就往你的车 敲得稀巴烂 警察也来了 可是呢 这个人突然良心发现 他就说对不起 对不起 我做错事了 那么这警察就跟你说了 你看看这个人 他已经承认自己错了 那么你就原谅他吧 那你一定会讲 哪有这种道理 你把我的车打烂了 你一定要赔是吧 现在如果他赔 或者是他不赔 他不赔的话 其实是你在赔 所以一个人犯了罪之后 一定是有人要承受这个代价的 那么罪的代价是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 就是说 罪的结局就是死 而这个死呢 并不是我们活了几十年以后死 而是你的灵魂 有一天要下地狱 那这个下地狱 如果我们真的想起来的话 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么什么是基督教的福音呢 基督教的福音就是 本来应该审判人的神 他在人类历史中 来替人承受那个罪的代价 耶稣他就是神 他为我们钉十字架 就负担了我们那个罪的代价了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那么有人就说了 圣经里头讲 耶稣他要再回来 要审判这个世界 可是看来看去 他都没有出现 所以彼得就这样讲 亲爱的弟兄啊 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 不容你 有一人沉沦 但愿人人都悔改 所以神的心愿 是不要我们下地狱 他要我们悔改 我们就可以因着信他 就上天堂了 可是今天有很多人 他看到别人比他差 就瞧不起他 鄙视他 那看到这些坏人得蒙赦免啊 心里就非常的不爽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从人的角度来看问题 他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 他就认为那个人不配 我比他好 我为什么下地狱 他要上天堂呢 以前好莱坞有一个非常有名 德勒奥斯卡的电影 叫做Rain Man 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是根据一个真实人所改编的 右边这位是一个年轻人 他是一个卖车子的 那么他有一天发现他的爸爸去世了以后 把所有的财产就捐给一个基金会 所以他就很生气 就跑到那边基金会去跟他争辩 结果发现他的父亲的遗产 是为了要帮助一个人 那这个人呢 其实就是他的大哥 就是左边这位 所以这个父亲呢 除了给他一部有名的跑车以外 全部都去资助他的哥哥了 那么他就把他的哥哥带走 准备拿来做筹码 跟这个基金会交涉 就在这个路上就发现 原来他的哥哥是有自闭症的 是没有办法治理生活 若是走在路上都很危险 那么结果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发生 最后弟弟就非常珍惜这个哥哥 就认为这爸爸是做的对的事情 因为这个爸爸知道这个小儿子是很能干 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可是这位哥哥呢 却是没有办法 所以就把所有的财产留给哥哥 来维持他的生活 从儿子的角度 这个哥哥一点都没出席 为什么得了全部的财产 而从父亲的角度 这个儿子虽然是自闭症 但是他爱这个儿子 他要为他的儿子着想 神也是一样 我们都是照着他的形象 他的样式照的 我们都像他的儿子一样 所以神更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所以当别人得救 而你没有得救的时候 你就不要变成你的酸葡萄 更可惜的是不要将这件事 成为你得救的拦阻 你应当自己抓住机会 要悔改 蒙受恩典 所以得救的方法 因为神已经付上了代价 所以不是靠我们的行为 我们变成一个好人 而是我们要认罪悔改 然后靠着我们的信心 才能够得救 我们看到陈静心 他其实马上就要被枪毙了 要承受他杀人的刑罚 他居然能够在受洗的时候 笑得那样的灿烂 因为他的罪已经得到赦免 他是有永生的盼望 关于基督教的福音 我在我的影片福音是什么 有更详细的解释 希望你能够继续的探讨 在我的频道里头 有许多关于 有系统介绍基督教的影片 希望大家去收看 谢谢 愿神祝福你